生活需要美食,美食点亮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御膳房美食生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做的东北菜的代表之一 酸菜冻豆腐炖粉条 因为想加几片白肉进来 所以先用电高压锅把肉煮上 同时用温水把粉条泡软 从华人超市里买来的酸菜要浸泡和反复清洗 然后把它们切成丝 丝要切得细,但不要碎 刀工好的就会把酸菜切得又漂亮又好吃 我先后用过了几个牌子的酸菜 它们是有差异的,所以选好酸菜很重要 软烂了的一定不要买 如果你觉得酸菜过酸,可以在切好后用清水再洗一次 但不要把水分挤得太干 酸菜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要来准备姜,葱,红辣椒,以及我的调料盒了 这时的肉已经煮好了,很香啊 把它们切成片备用 调个蒜泥汁,它就成了蒜泥白肉了 酸菜是洗油的,通常会烧多加一点油 甚至加入一点猪油会更好吃 先把葱,姜等放入油中翻炒出香味来 就可以加入酸菜了 加入适量的生抽,再添上一点点汤 再把酸菜炒透后,我把它倒入了砂锅中 加入足够量的肉汤,再加入适量的盐 以及把调料盒放入 当砂锅煮开后 我把没有几冻的冻豆腐直接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需要炖上一会儿 凭个人喜好也可以多炖一会儿 大约在二十多分钟后 我打开了盖子 把已经泡软了的粉条放了进来 当砂锅再次煮开后 我把切好的肉片摆放到了上面 这样做,使得酸菜细了油更好吃了 而肉又香而不腻了 大约再煮上三五分钟 这时的粉条正是又Q弹又筋道的状态 我的酸菜冻豆腐炖粉条就做好了 关火后,撒上葱花或者蒜末就可以开吃了 浓浓的家乡的味道 满满的童年的回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关注和支持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